打第一球三類手沒有辦法攔截行程的安打 穿越到了左外野方向 這個就那麼一樣 回傳球 劉敬鴻敲出安打 他是連續三場比賽安打連輸 上來也不囉嗦 揮棒的速度也夠快 把一個偏高的速球拉回來 打得太強勁了 新遊戲確實沒有機會可以接 魏群龍在突破將局 時局上半 現在無人出局攻佔到了一三壘 這球滾地球出現 結果打穿優秀方線行程安打 三點雙的拋擊要回來 這個時候魏群龍攻下了超前的第三分 在去線方手的情況之下 還是打穿了內野 林志勝關鍵的安打 帶有1分的打點 3比2 好 蟬盜了許久 在兩好三壘的情況之下 還是打穿了內野防線 最後可能也預測喔 差不多還是會以直球為準 就是感覺好像揮棒其中的時間 比較早一些 所以打穿內野防線 這球如果持人棋能夠順利地